3月18日,有只全球最帅男星之称的86岁法国演员阿兰德龙 决定在瑞士通过安乐死离开这个世界 关于他为何要决定安乐死的原因 阿兰德龙的儿子向媒体说 我父亲抱怨了好几次 说自己不想因衰老而痛苦地死去 2019年,阿兰德龙官宣西影时 就曾对女儿和记者公开透露了安乐死的想法 对我而言,今晚不仅是事业的终点 也是我生命的终点 享受了62年高光演艺生涯的我 现在是时候离开了 阿兰德龙,1957年 22岁的他正式入圈成为艺女演员 到2019年官宣西影 期间一共演出包括 佐罗、德黑兰、《勾魂射破》等113部电影 一生风流倜傥 迷倒万千少女的阿兰德龙 至此都如此洒脱而随性 从某种意义来说 阿兰德龙的帅气 早已从外表升华至灵魂 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又有几个人能拒绝呢